站在海拔4300米的高原上 我们可以看到广袤的草原和雪山交相辉映 奔放的牛群在阳光下悠然漫步 一种原始的美感和震撼油然而生 那么在这样一片广袤而美丽的山地中 正在这里住训的西藏军区牟旅的官兵们 却无暇欣赏风景 他们正在进行冲刺前的大考 那么他们将带给我们一段怎样精彩的故事呢 那连长 你们在训练什么呀 你们现在正在进行什么训练呀 我们现在就是为了我们那个实弹演习 然后我们在各个两个班的班长在进行PK 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单兵综合作业的 然后比武 比赛 平时都是这么热闹吗 对 因为平时的时候就是为了也 调动一下大家的训练积极性 然后我们就直接就采取小比武小赛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训练激情高一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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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训练 脚单兵综合作业训练 检验的是官兵在其他成员战损的情况下 仅凭一人之力能否快速完成整个发射流程 最终将第一目标摧毁 第一个 首先我们这个冷静 沉着应对那个突发情况的能力 第二个 也是为了实弹射击打基础 然后让自己包括考试啊 出现各种问题啊 都能够积极地去面对它 然后去解决它 当班长准备好没有 开始 在高原上训练 体能消耗很大 如此火热的训练场面 需要官兵们加倍付出 此刻 站在训练场上的料理 却显得有些急躁 公布一下刚刚的比赛成绩 王红涛 三分二十四 张哲剑 三分三十五 张剑 走 你这个成绩 你先经验这个状态 你怎么打实弹啊 联合石兵演练即将开始 这是一场多军兵种参演的 涉及作战全要素 全流程的联合演练 而演练第一波次 远程火力打击的任务 就落在了料理所在的连队 目标就是摧毁敌重要设施 此时 连长料理正在加紧训练 因为在此前的实弹试射中 他们的表现并不理想 第一次打的效果不是很好 这个目标点的偏差 还是有个三五米吧 在我们看来都已经算 已经骗得已经有点大 为了弥补之前试射的不足 套掌王红涛训练得非常认真 他深知他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 更是全联的荣誉 他一定要在即将到来的 实弹射击演练中 打出最优秀的成绩 连长就是说 虽然我们连次打一门炮 但是还是希望让我来打 连长竟然选择让我们破班来打 我觉得这是一种信任 当时就想着把这车给打好 反射好 事实上不仅仅是 实弹射击前的训练 廖立在日常训练中 要求都非常严格 因为我们连长是南方人 自传人 跟你说今天要是比过我的 好 你可以休息 没有比过我的 你就给我好好训练 经常就这样说 你这种怎么打实弹 你说你连我的比不上 怎么去打实弹 连长 要不我们比一顿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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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为了让战士们燃起信心 激发最强战力 此次单兵综合作业训练 廖立又与战士们比在了一起 在大家的呐喊声中 训练场上的气氛愈加火热 每名官兵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 以最高的热情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夜幕降临 距离实弹射击演练还有三天 廖立心事重重 廖立的妻子也是一名军人 每次有重大任务时 他们都会互相鼓励 而这一次廖立却没能联系上她 妻子究竟去了哪里呢 然后我就给她发信息也没回 然后打电话也打不通 然后那时候就感觉心情有点烦躁 或者带点就是 不脱底吧 与妻子暂时失联 廖立多少有些失落 但这并不会影响她的正常工作 训练场上 她带领全联官兵继续备战 实弹演练 好 今天弹钢和以前一样 拉不过来都要加练 拉得过我的就不用训练了 一 二 加油 五 加油 十六 加油 三十三 好 晓鱼三十三个了 加练 第一组 我们连长在训练上 训练方面是很严格的 一般他都是以自己为标准 反正全联必须超过他 超不过他的 那就只能自己在加练 所以说所有人的情绪都比较高涨 反正说大家都积极地跟他比试 输的人愿赌服输 赢的人都兴高坦虑 张四伯拉不动了 张四伯几个了 八 九 八 十六 十六 实际上 料理的严格和较真 并不是与生俱来 而是因为他在刚刚军校毕业后 担任排长时 参加过一次特别危险的行动 因为我们当时下来的新排长 而且那时候氛围也还是比较 就是感觉到比较紧张 那时候那次印象还是给我很深 就像那样确实离 我感觉就是离打仗最近的一次了 现在好多零零后 可能好多对打仗也没有太大的概念 就说明明好多战事可以做得更好 那次危险的行动是料理人生的重要一刻 此后他对训练的要求便是十大时代精训细训 严抓细抠 在料理严格的训练下 这一次实弹射击任务 他们能打出优秀的成绩吗 距离实弹射击演练仅剩一天 发射车却突然出了问题 断电熄火 断电熄火 快快 工具拿来 看下扩大电机 干着去了 干着去了 看下扩大电机 扩大电机 哦 不用去 现在是在检查炮了吗 对对对 因为我们 我们怀疑这个扩大电机 先看扩大电机 这块是别有问题 现在就是方向不动 因为方向不动的话 到时候明天它炮就 只能把高低掉起来 方向掉不了 掉不了的话到时候就 就瞄准不了 到时候就打不了 这个指挥抢修的人 叫尼震东 被全联称为神医 他可是一位 名副其实的技术大拿 很有明显的 这个磨损 接触不良 然后 这个电 电烧火的这种痕迹在上面 所以说我们先 先把这个碳砂换一下 碳砂换完了 然后我们把那个上面的碳粉 磨损比较颜色的碳粉 用酒精给它和沙纸给它打磨 然后给它刷了一遍 可以可以 你把那个盖子掀开看 能冒火花 没有吗 应该没问题了 赶快把泡衣穿好 把防御措施做好 好吧 再来检查细一点 把尾巴我待会干 此时 泥震东压力很大 针对上一次试射出现的偏差问题 同时结合以往射击经验 它又将目标区坡度 土质等因素纳入考虑 经过反复计算 最终测算出了新的偏差量 能否精确打击目标 就在即将到来的一天 集合 扫清 同志们 我们马上向待机地域激动 今天上午 我们要进行实战射击 下面我就实战射击 记一下要求 一 装连过程中 注意个人安全 二 操作过程中 严守操作规程 三 触见紧急情况 立即报告 以上要求是否驱逐 有 下面我们组织领枪 凌晨五点 在高原漆黑的夜色中 各作战单元 听从指令火速集结 向指定地域快速激动 抵达预定区域后 为确保时代射击万无一失 技术主任倪震东 来回往返于各个套车之间 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着 所有流程细节 你现在是被检查什么呀 我看他们装填完 准备工作搞完没有 我看你已经来来回回 找了几胖了 对对对 还是有点不放心 所以说把每个炮都检查一遍 主要是在看 他们装填当中的 很多注意事项 有没有做到位 主要还是感觉 实弹射击压力还是蛮大的 都想着每个动作 都还是能尽量看到的 都去看一遍 都检查一遍 这样心里面才有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上 每天行走上万步 倪震东从未感到疲惫 也从不敢懈怠 为什么坏的呀 差了几个月了 野外野外这个磨砂还是比较大的 很正常很正常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解决装备故障问题 倪震东不仅磨破了鞋子 还撞伤了眼角 就是昨天下笔毛了 然后往外探 撞到一个旁边的一个人的枪上面了 所以当时撞到这里了 把这里磕破了 然后这里稍微种了点 料力所在发射单元 正在忙碌着 装填火箭弹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而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位战士的工作特别显眼 你只摇着累吗 有点累 有点累 是 那怎么坚持的呀 他说现在死过来 机场摇一会 你手会摸手剪的吗 手 有 有一点的 这么黑啊 身上面有油 这是剪的吗 是摇日间摇了几枚蛋了 摇了差不多2030克的 吉布尔三 甘资阿霸人 负责实弹装填中 手动送弹的任务 由于战场情况顺息万变 为了更贴近实战 以确保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完成装填任务 此次他们特意选择两种装填方式 电动和人工 而面对人工摇靶这项繁重的体力活 吉布尔三却感到无比轻松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特别轻松 因为我以前在家里面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就干 干一些特别重的轮火 就什么杯水呀 然后挖地啊 什么杯什么宝骨啊 这些什么活都干在家里面 吉布尔三自认为力气很大 但是心中却有一个很难战胜的对象 那如果让你和连长比一比的话 你觉得你们俩谁的力气 跟我连长肯定比不了 连里很多战士都把料理当作偶像 在跟他不断比拼的过程中 慢慢成长 感觉连长上 平时跟我自己的父母一样吧 就是感觉自己做得再好 都比不过自己的父母一样 此时距离实弹射击 仅剩一个小时 发射车突然出现了异常情况 料理十分紧张 准准 腰中腰这边 连后组织一直下不去 你赶紧过来看一下 好嘞 好嘞 我马上过去 打回事 准准 就是我们这个十号管 检查了好几次组织一直下不去 按我们前期的那个方案进行处置嘛 现在我看一下 对了 我看一下 怎么样 再刷一下 再刷一下 搞快搞快搞快 特别是上面那个尖尖 好好处理一下 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就是他们那个前面检测 这个组织有点稍微有点偏大 但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现在 咱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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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多少 组织十点一 还是十点多 十点多 还是一点大是吧 对 还是一点大 好好好 现在再处理啊 再来 再来 此时 按照倪震东的指导 用酒精处理降低组织的方法 并没能见效 料理他们虽然很着急 但还是要镇定下来 继续尝试新的处置方法 你扶着 林长 你扶着 往后你去机舰上拿个热红枪 拿个热红枪 在这里发射时间还有多少 还有一小时 有时间 有时间我们能处理 处一下 处一下 热红枪处一下 好 再检测一下 今天早上因为处理了几次 然后都还没降下来 而且给我们实弹设计的时间 也越来越近 所以就心情就慢慢就开始 比较紧张了 而且我们远火 作为军需的火力拳头 这一次我们赢也是第一波打 相当于如果打好了 就是我们演习的开门红 如果打不好 然后各方面压力 那就应该比较大 这是一场多军兵种参演的 涉及作战全要素 全流程的联合演练 而在演练阵地的最前沿 同时展开的还有电子对抗作业 他们主要对敌通信网 实施侦查干扰 眼前这位专心致志忙碌着的 正是连长料理的妻子刘进 他们虽不在同一地点 完成的却是同一个任务 距离实弹射击开始 还有十分钟 刘进正遭遇着惊心一刻 就是在他们加线的过程中 天线下面的亏线 亏线连接处 冲动 但是他们都没发现 现在升上去之后 信号不多 然后有些信号没有 时间已经相当紧迫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 刘进他们要重新架设天线 此时的风很大 对于稍险单薄的女展示们来说 故设伪装网有些吃力 这风太大了 就是距离演习 还有十分钟的时候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故障 就排除了 就正常了 就觉得演习如战场吧 如果是真的发生这种的话 肯定会影响 整个目标方向的判断 和整个信号的截获 虽然过程有些繁琐 但是刘进他们 还是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了架设 最终排除故障 一切恢复正常 动摇动摇 我是动摇 我是动摇 我站发现外军爆化 截获敌方频率为 三腰动摇动 切射 射 继续侦授 出 现在咋样了 准 降下来了 是吧 可以了是吧 可以 行行行行 那你待会把炮静止15分钟 静止15分钟 看一下这个表示方向变化 好 好 此时料理的进展也还算顺利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组织过高 这个棘手的问题已经解决 而对于料理本人来说 还有更好的消息传来 我们演戏开始 快开始的时候 然后上级通报了一些情况 然后就相当于我们一些 那个演戏的阶段 还有友邻单位 因为我家属就在 就是通报了友邻单位里面 相当于在一个演戏场 然后能一起参加演戏 一下子我觉得就是 上天对我还是比较眷顾的 幸运还是可能会站在我这边的 幸运到底能否站在料理这边呢 接下来就要迎来 实弹射击的最终时刻了 交动摇报告 参数域装定完毕 战风射击准备好 完毕 收到 交动摇 交动摇注意 上风射击 十秒报警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快点 遥报 腰动摇报告 五发发射了 无榴桃 完毕 收到 幽路摇丟 转移 当听到影yer长 准备发射海下 Computer 数字的时候 数到5的时候 按下去的那一刻 看到5发弹全部出场 感觉心里还是很放松 很舒畅 我们远火作为火力拳头 然后如果我能将前面的敌人 消灭的最多最大化 我觉得这个就很不一样 我们肯定是离敌比较近的 然后他们比较远 他在远处就相当于 我们一个强大的一个后盾 对我们是就是说 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安全 目标被精准摧毁 实弹射击任务圆满完成 忙碌了几个月的官兵们 终于可以休息片刻了 而廖利还要去完成一个秘密任务 主训马上结束 廖利和刘进即将返回各自的驻地 相隔几百公里 廖利想趁着休息的间隙 去看看妻子 哇 羡慕 哇 羡慕 羡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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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那个 你不是说你不来吧 给你一个惊喜 就是自己昨天晚上折的 然后 然后十一朵 然后说的是一生一世 然后就是这一辈子的事 一生一世 十一朵 谢谢 谢谢 恋爱五年 结婚七年 廖利和刘进漫长的爱情长跑背后 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故事 而廖利参加的那次危险行动 不仅影响着自己 也影响着妻子 我所有的战友都上来 参加了这个任务 其实还是 没有过那有家 越能 越能一些吧 如果那一天能 他最担心的就是 我以后怎么来 刘进作为一名军人 也作为一名军嫂 给廖利最多的 便是理解与支持 他是军人的职业吧 刘国参与家 如果那一刻真的来了 你要怎么办 干就行了 上就行了 你不上别人家的 那你不上 后面的 后面的小孩子 我们的下一代叫他 总要有人站在前面 这是在高原上最美丽的相遇 短暂的见面 短暂的见面过后 激情满满的他们 又将天各一方 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 他们彼此理解 彼此珍惜 共同奔赴强 强军新军的伟大征程 从连长廖利和他的妻子 刘靖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军人的爱情是一种默契 他们并肩作战 他们共同成长 让我们祝福军人们 能够在军营里建功立业 同时也能把自己的小家 经营的温馨和务 幸福美满 好了 高原上的这段故事 讲到这儿 就要画上一个圆满的记号了 让我们共同期待 下期再见 拜拜